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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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各位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健康好簡單 首先歡迎今天的觀眾全聚平台 以及我們的兩位專家 好 我們在節目當中呢 其實不斷的跟大家說 各種的疾病 其實都跟我們的免疫系統有關 跟我們的免疫力有關 那麼健康程度呢 就表示說 健康越好的 我們免疫力就會越強 那為什麼專家不斷的告訴我們說 免疫力這麼的重要呢 2011年的諾貝爾醫學獎的得主 他們研究的議題主要就是跟 免疫相關的問題有關 那到底免疫力 對我們身體的重要性在哪裡 我們免疫力降低 又會引發什麼樣子的疾病 我們今天好好的 跟觀眾朋友一起來討論 首先請教求救兵團的是 曾經因為免疫系統出了問題 而產生疾病的人 有這樣子的經驗的請舉牌 大部分都有喔 好 來 我們先看柴輝媽媽 對 最近我就是因為免疫系統 變得比較差 所以產生了一種敏感的現象 我已經咳嗽了好幾個月 剛開始以為是感冒引起的咳嗽 後來去看醫生 醫生就開了一大堆的藥回家 吃了也沒有改善 然後又回去看醫生 醫生又另外開一種藥給我 吃了越咳越厲害 晚上 尤其晚上躺下去的時候 大概兩三點鐘 那個時候就咳得很厲害 就變成睡眠品質變得很差 後來我就又回去看醫生 我就問醫生說 我是不是得肺癌啊 為什麼會成... 久咳不止 對 我已經咳了好幾個月 我問他說 我是不是會有肺癌的現象 他說 如果你不放心的話 那就去照一下X-ray的 就照出來的結果 我的肺都沒有問題 最後醫生的診斷說 我可能就是因為我的那個敏感 我的氣管的敏感 對周邊的環境產生敏感 所以就不斷的乾咳 還有我的脖子後面這邊 也常常敏感 會癢 我就會去抓 抓了以後擦了藥就好 沒擦又不好 所以我覺得說可能年紀越來越大 免疫力越來越差 好 玉琳媽媽 我也是覺得跟年齡有關係 因為這以前好像只有鼻子 後來怎麼過一陣子就開始眼睛 後來皮膚東癢西癢的 然後一陣子好一陣子不好的 總是沒有辦法完全就是把它拋開 我覺得就是免疫力降低了 所以好像兩位媽媽聽起來 都是跟過敏有一些一些關係 好 那定剛呢 我之前就是有一陣子就是 突然皮膚很癢很癢 然後我想說是不是皮膚有什麼問題 我就跑去看皮膚科 然後後來看完之後他給我擦藥 好像也不對 是那種在骨頭裡面的那種癢 然後抓也抓不到 然後用梳子這樣捅擦 都還是沒有辦法指 之後我就去抽血檢驗發現 我是得那循麻疹 我才知道原來循麻疹是要看 免疫系統科 而不是看皮膚科 對 他那時候真的很誇張 你要怎麼樣就是畫一畫 就是你畫一畫或是摩擦到 就會整個浮起來 你要畫個什麼清明上禍圖 都可以 很誇張 這時候還滿嚴重的 對 然後現在就已經好了 已經沒有了 OK 好 所以這個過敏 看來跟免疫系統應該有一些關係 我們等一下要請教一下兩位專家 那珍珍 妳這個生病 應該對妳來說是擦場面對嗎 我不知道我是免疫系統問題 還是什麼 因為我只要一道... 我只要一道換劑啊 然後就是天冷什麼的話 鼻子就會很癢很癢 然後鼻水流不止 就要一直一直行 一直擦的 然後好像有人用羽毛 一直燒我的鼻孔這樣癢癢... 很難過 然後就打噴嚏啊什麼 整個都啦 還有身體 大部分是這裡 就是很容易紅腫然後發癢 而且越抓越嚴重喔 像我覺得 我很多什麼花生類那種小東西 都不能吃 吃了就會更癢 雨萍 我的話是有一次重感冒 然後就是一直發燒... 然後藥吃下去 然後又再燒起來 然後又再吃藥 反正就是反反覆覆 然後最重要是嘴巴就是整個一直破掉 而且一次長四五顆那種 就是很痛的那種拋疹 然後我就問醫生說那到底是什麼 他就說是免疫系統下降 然後所以才會造成那個 對 好 來 Nike 你的是什麼狀況 我要想說是因為身體狀況 不用當命叫做免疫啦 好不好 你塵埃出來 好耶啊 那我的免疫系統又變得很差 然後就是譬如說 像我在整理衣服的時候 因為我有那個塵埃 我覺得很容易打噴嚏 然後冬天到了就很容易感冒 那受傷的時候 我發現我那個傷口 就很不容易好了 這是那個免疫系統出狀況 好 畢桃阿姨 蘇宜說 好成癒 跟五好 百日好 我一向以為自己很健康 都沒有去注意 但最近發現尿有一點泡沫 怎麼了 大概是嘴巴比較會乾 我以前說都不喝開水 最近也比較喜歡喝水 會乾 然後那個比較會疲倦 所以我覺得大概我的免疫系統 有問題的 有問題 來 酷炫 如果說免疫系統不好 是代表很常生病的話 我應該還好 因為我其實真的滿少生病的 只是比較容易看起來 就是幾分憔悴 對 我不知道怎麼很容易就這樣講 就好像是在生病邊緣 可是有什麼不會生病 對 一個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現在最近會自己去買 維他命來吃這樣 對 趕快補一下 是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了解 到底免疫系統不好 會產生什麼樣的疾病跟問題 那到底 免疫系統的功能是什麼呢 朱教授 其實剛剛聽到各位的狀況 好像很多是在這個所謂的過敏 這個階段 其實各位不要以為說 過敏是所謂的免疫力差 事實上過敏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 是免疫力失調 對 就是說本來你這些過敏的東西 不像是病原菌一樣 我等一下會介紹 不像是病原菌一樣 可是它把它誤認是病原菌 所以產生了不適當的免疫反應 所以造成各位所謂這種過敏的現象 什麼流鼻涕 咳嗽什麼之類的 還有皮膚的過敏 對 也是 這也是接觸性的 或是像剛剛有提到食物 這一類的東西 那這都是因為說 這是不是正常的 事實上是有點失調才造成 所以各位要記得 不是免疫力缺乏 這個不是缺乏 是免疫力失調 對 免疫功能到底是什麼 免疫系統的功能有什麼作用 我想我可以用這個字卡 這個圖卡 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畫得很棒 只是這支有點奇怪 那一支曬的 這支是什麼 對 這個很厲害 所以你看 剛剛看到這個 對 以為說它是壞蛋 事實上這是今天我們的主角 喔 好 你看 我們這個病原菌 在我們這個周圍 刺激而動 對不對 當它要侵入我們人體的時候 事實上呢 以前都以為說 它只有一個系統 就是我們常聽到什麼 B細胞 T細胞 大家比較常聽到這種東西 可是後來就是在今年的 諾貝爾醫學獎 他們才發現說 確定事實上還有一個系統 叫做先天性的免疫系統 這個先天性的免疫系統 它就是怎樣 負責要去辨認這些病原體 然後把它辨認之後呢 要把它告訴 後面這個後天免疫系統 所以基本上先這樣分類 可是你看 它有一個辨認 一個要告訴它 所以這一支長得怪怪的 這個 這個叫做 樹塗細胞 樹塗細胞 因為它你看 像樹一樣長出來 這個塗出來 樹塗細胞 大樹的樹 大樹的樹 然後塗出的塗 樹塗細胞 事實上它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好 所以只是它畫錯 畫到這個拿著三叉劑 好像是像魔鬼一樣 好 厲害 那我們下一張的話 就會更清楚告訴各位 這兩個系統 請問一下 那發言的反應跟免疫系統 有什麼關係 好 這個問題是非常好 因為大家常聽到 發言 發言科有什麼東西 好 事實上發言 是好事 真的嗎 你們一定會覺得